它也是血液病 也是血液病 骨骨头的这个关节腔呢 相对来说 它承受的压力比较大 也是关节头与关节就 咱们的骨骨 骨骨大钻子 这边就是骨骨头 这样的结构 这里要承受咱们整个上半身的重量 但是 咱们下肢的供血 最主要的就是骨动脉 骨动脉往骨骨关节的供血 分支相当少 下肢更多 就是在腹股这个位置 有个骨动脉 往下肢供血更多 往骨骨关节供血 相对来说少一点 本身骨骨关节就要承受 整个上半身的重量 当供血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里的骨骨呀 包括上面的软骨 就开始出现缺血性坏死了 这个坏死呀 和那个苹果呀 这个缺少养分呀 腐败是一模一样的 一开始呢 可能只是不再那么灵活了 慢慢的呢 软骨出现了退化 出现了坏死 一点点的变少 一点点变少 当软骨坏死完以后 那么骨骨头上的骨质 也会变少 也会坏死 甚至严重了会出现什么样 骨骨镜出现断裂 骨骨镜一旦出现断裂 就会出现什么样 塌陷 就变成了正常站姿 是这样的 就会出现这样的 支撑不了你的臀部了 甚至就是说 支撑不了你的骨盆了 看起来像支撑不了臀部一样 这个呢 是什么样的 就是针对的这个 骨骨缺血的问题 那么缺血它本身是一个关键腔 我们改善关键腔的共血 还是得要最直接的方法 把我们的针送到关键腔里去 送到关键腔里去 只需要一针就可以了 只需要一针就可以了 当然有些患者出现了塌陷 或者说 有一些患者会出现 骨骨错位 骨骨出现了半错位的情况 骨骨头出来了一点 出现半错位的情况 那这种呢 是需要复位的 不过在咱们的网上课里 我是教不了大家复位的 因为我不确定大家的患者 他是否出现了塌陷 如果你在复位过程中 他出现了骨骨镜的断裂 那可不行 必须 咱们在线下边 才能跟大家详细的说 就要做四次实验 直律抬高实验 去鉴别 根据患者的情况才行 网课里很抱歉 教不了大家鼓鼓复位的情况 这个手法 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他不手把手的话 我怕大家盲目地去做这个事 但扎针是没有问题的 扎针是绝对安全的 这个课是今天开始讲的吗 现在正在讲 现在正在讲 包括咱们这个199的内容 199的内容 也是持续地更新的 会重新翻新 重新翻新一面给大家 付款了是吗 付款了会有一个 这个会有药物老师 邀请大家进咱们的 科普辅导群的 这样 咱们针对于 这个骨骨头坏死的穴位 就一针 用了哪个呢 是居疗穴 如果之前有学过的同学 课代表同学 把居疗穴三个字 打在公平上 让一些新的朋友 了解到居疗穴 居疗穴呢 非常的好找 但是扎牙是非常的深 是非常的深 要用四寸针 大胖子 体格特别大 要用五寸针 要用五寸针 要把针刺到关节腔里去 刺到骨骨的关节腔里 你看咱们刚才讲了 肩关节的关节腔刺法 现在又来一个骨骨的 骨骨关节的关节腔刺法 咱们课程里啊 还有腰上的关节腔刺法 膝关节的关节腔刺法 这是其他课程里 你在哪儿也学不到的 这个关节腔刺法 只有杨老师会 也只有杨老师教 别人都拿着当宝贝 这个咱们可能里啊 膝关节 骨骨关节 甚至包括腰椎 包括咱们的肩关节 都是关节腔刺法 包括咱们的网球组 都是关节腔刺法 这个认真的学 学到哪儿 你都是独家的 那么学到哪儿 都是独家的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下一个 咱们再看下一个图 组织的 区疗学 直刺关节腔 要四寸 往哪个方向呢 要往臀尖方向去刺 要往臀尖的方向去扎 把针向着臀尖的方向 那么其次呢 这个是需要体位要求的 患者要趋宽趋膝 侧握趋宽趋膝 才能把骨骨关节打开 才能扎进去 要把骨骨关节打开 才能扎进去 要臭位的趋跨趋膝 我们才能竞争 那么这个呢 同样有一个操作视频 给到大家 也是明天 如果咱们时间充足 明天把这个操作也会 现场给大家补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找呢 在视频里大家就可以看到 留针也是45分钟 不是环条穴 还是居疗穴 好吧 居疗穴 如果是你学了线下班的话 会了手法 可以配合手法 手法调整 因为加上手法调整会比较快 同样咱们还有外敷的方子 还有外敷的方子 这个 调养肝肾方是一方面 然后咱们还有外敷的方子 外敷的药方 那么在下张图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外敷的方子 看一下 这个大家用了 如果想用 截图就得了 不要往往传 自己用就得了 本来这里边还有穿单甲和色香 让我去掉了 成本太高了 明白了吧 第一个方子呀 它是内服的 它是内服的 这个方子的内服呀 是真理什么呀 是真理骨骼生长的 因为那个骨骼头坏死到一定程度呀 你充血水肿 不是充血水肿 无情形炎症给它消除了 改善了它的供血了 它只是停止了 什么呀 持续的坏死 它还要生长 骨骼还能重新生 当然到了三度以后的 三度严重的 或者四度的 就生长不了了 二度积以下的 当你改善了它的供血 它不再持续性的坏死了 让它停 别坏死了 你后续还要让它 促进骨骼生长 能长出来的 所以轻度的是可以治愈的 包括软骨已经坏死的 可以治愈的 不过这个内服的 针对于这个治愈的方子 要是后期 要在骨骼头 你的前期 这个改善供血的治疗 要在45天以后 要在45天以后 才用这个内服的方子 生骨方 第二个这个外服方呢 它是针对于 没有塌陷的 比较常见的 没有塌陷的 因为骨骼头坏死的问题 直接负在患处 直接负在患处 也就是咱们的 居疗穴到环跳穴 这个区域 直接负在这个地方 这个外服方也非常的见效 外服方也非常的见效 这都是我自己 在临床中用过的 这是我自己 在临床中用过的 咱们呢 还有一个外服方 针对的是什么呀 是咱们的 塌陷的患者 下面还有一个 下一页 有一个针对于 塌陷患者的外服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到了吗 第三种 是塌陷的外服 上面的两种呢 是这个